熬夜看爱女终于踢下铜牌讲座 曾丽诚的爸妈是孔了眼眶 因为除了替爱女高兴之外 也是替爱女不舍 曾爸爸说 2004年和08年 都是曾丽诚替台湾拿下了奥运的门票 但是呢 台湾的赛制确实要再比一次 最后都是由别人代表参加奥运 让曾丽诚非常的低潮 而如今总算是苦尽甘来 曾丽诚蹲奥夺童 为了亲眼见证 女儿胜利的这一刻 我国跆拳道国手 曾丽诚父母熬夜 看到凌晨5点 男也心中激动 很高兴啊 很高兴 这不敢嘛 又拿到牌还好啦 那一脚有得到没有给啊 虽然无缘金牌 曾爸爸仍然以女儿为荣 立刻去点恭喜 爸 我怕好啊 我好很好 打得很不错啊 满屋子的奖状奖牌 基础是曾丽诚一路努力的汉选辛劳 而早在04 08年 他就曾经代表国家取得奥运参赛机会 可惜回国后受限于赛制无缘比赛 情绪一度陷入低潮 他不敢嘛 对啊 不过你的规则是这样算的哦 我说那时候再接载你 没有啊 我说那时候我就说买了啦 这是一心朋友 男女朋友 我没有听他在讲男朋友 其实曾丽诚五月才跟小他四岁的陪练员男友分手 一度爆瘦三公斤 这回带着情商出国比赛 奋力夺童不复众望